我重生了,重生回到末世的前一天 明天的这个时候,丧尸病毒会爆发,全球沦陷 我运气好得很,活到了人类取得胜利 社会秩序恢复的那一天,却被男朋友举报 以人类最后一个丧尸的罪名被关进实验室做欺骗研究 我死的时候,手脚被卸掉,头也被割掉 他们围着我指指点点,这只丧尸好神奇,都这样了 还能睁着眼睛瞪着他们哥哥笑 我叫马云,不过不是那位马云,我是女的 今年25岁,有个交往了三年的男朋友 我们计划结婚的,男朋友告诉我,结婚就要买房 让我把我爸妈留给我的房子卖掉,跟他一起买 所以,此刻我正坐在中介的办公室里 他们说我那别墅估价一千多万的时候 我男朋友两眼发光,仿佛白瓦的大灯泡 催促着我,马云,快,赶紧签字啊 我就是这当会重生了,上辈子的记忆仿佛朝涌搬起来 明天的这个时候,丧尸病毒会爆发 我会变成丧尸,还会护着男朋友一家 抖到人类取得胜利 结果就在人类大获全胜的时候 这会把我举报了,说我是丧尸 还说我啃过人,甚至躲在那个全副武装的灭丧尸大队长身后 舔着脸,跟我讲说什么丧尸都是没人性的 他不应该为了爱情再强留我 这等于是给人类添了个定时炸弹 他这是大义灭亲,还说什么马云,我还是爱你的 你要原谅我,下辈子我们还要在一起 我乐个趣,还真谢谢他祖宗十八倍 这房我不卖了,比遗料,我起身就走 马云,我们明明都说好了的 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中介公司大门口,渣男把我拽住 却被我扣住他的虎口,硬生生地把他的手给扯开 抱歉,之前是我年轻不懂事 现在懂了,我怎么能把我爸妈留给我的唯一念想卖掉呢 你现在有了我,我就是你唯一的亲人啊 我们俩钱合在一起买房,不分你我多好啊 他舔着个脸,笑得好灿烂啊 是哦,我家别墅一千八百万 他添了十万,跟我一起买房,好不分你我哦 上辈子,我还真不介意这个 但这一次,我已经误了 他弱的时候就不分你我 我弱的时候,他恨不得啃我的骨头 等你有了一千八百万,再来不分你我 我冲他咧嘴一笑,之后脸色都变了 马云,我真想不到你竟然是这种人 我,哪种人 他想不到的更多了哦 明天这个时候,我感染病毒变异成丧尸 还跟他不是一个种类了哦 是啦是啦,我拜金,我贤贫爱富 你压得配不上我,抬脚就走 我很忙的,就一天时间,我要去买买买 把我家那个大鼻树给塞得满满当当 虽然我会变异成丧尸 但除了眼睛泄红,真的跟正常人类没什么区别 能吃奈喝能睡 哦对,还有个好处 就是丧尸不会攻击我 上辈子就靠着这个异能 我把钱渣还有他一家 甚至他那个嗲嗲的表妹都养得白白胖胖 谁承想,这一家子人都是白眼狼 反正想到就倒胃口 钱渣还想纠缠 还想凑过来抓我的手上演深情戏码 被我一脚踹开,眼神一刀他秒怂 毕竟我拳头真的硬 我们马家世代都是砍僵尸的 我从小就练武练剑 别说踹飞他 就算来个丧尸王也能分分钟抱他头 别墅不卖了后 一切就都简单了 我没回家 直接去的批发市场 找到那个批发部经理 跟他说我要开个超市要进货 但我是小白 我只有钱 经理两只眼睛都要发光了 跟我讲说为超市发货 他最有经验了 全交给他 我就放一百个心 那我当然放心 反正他要搞得不好 我变成丧尸后就过来咬他 付了十万块定金 要五十万的货 在留下送货地址后 我就马不停提的 赶往下一个站点 我们家顶楼 本来就有太阳能发电板 但我觉得不够 漠视吗 当然是要喂雨绸缪 多搞点肯定没错 然后还买了各种蔬菜种子 跟时代化肥 没要多 为啥烈 因为我会变异成丧尸 到时候再来宁愿购也行 虽然我是丧尸 但我对生活品质 还是很有追求的 所以找了两个施工队 到我家各种叮叮当当 大门加固 主要是为了防人 虽然我是丧尸 但丧尸也很怕被人抱头的好吗 然后还花高价移植了 都已经挂过的柠檬 跟百香果树个两棵 再加上院里原有的绿成树 跟柚子树 看着特爽 至于水方面 我家本来就有水井 就算是断水了 也是不愁的 一楼直接改造成超市 我让他们把客厅 跟会议室等等 三百多坪的地方 全都搬空了 全都摆上货架 等着上货 然后地下室改造出 两个个五十多坪的房间 一个当保鲜库 一个当兵库 院子里还搞了个狗龙跟猫龙 想了想 我又让工人搭了个鸡龙 打算养几只老母鸡 虽然我是丧尸 但是味觉还在 对吃方面还是很有追求的 所以我又在院子里挖了个鱼池 边上弄那种养鱼的分隔缸 准备养点大龙虾大闸蟹 还有各种金钢石斑什么的 那个批发经理来给我送货的时候 人都惊呆了 毕竟我这是半山腰的豪华别墅 住这的人肯定非富极贵 哪有可能会开什么超市 我拍拍他的肩 这你就不懂了 就因为大家都这么想 所以附近方圆百里 只有我一个超市 岂不是写传 经理看我的眼神 就像看着大傻子 哦对 忘了说方圆百里 除了我家之外 只有山顶那一栋 已经废弃了很久的古堡 哦对 还忘了说 这一座山都是我家的产业 所以这么偏的地段 能卖一千八百万 至于那个废弃的古堡 也是我们家产业 不过那是禁地 小时候 我爸还吓唬我说 里头住了一个可怕的大魔头 最喜欢吃小孩 反正不能去就对了 我这么听话的人 从来不做死的 所以从小到大 我连去看看的想法都没有 上完货后 已经是傍晚 太阳已经落山 我看了眼手机 有钱扎打来的99家 未接电话 还有无数求和的小作文 还说什么 如果我不想卖房 就不卖房了 可以买个小点的 反正我卡里那500多万也够了 我乐个去 好想把他拉黑 可是又好想 看他笑话怎么办 我选择无事 像个王一样 巡视我的国 茶路不缺吗 看看还有没有要买的东西 话说那个经理 真的很给力 50万的货 除了烟酒我不要外 其他的东西齐齐全全 连牛都搬来三头 还有猪羊等等 都堆冷酷了 腊肉辅助干货什么的 全都有 还有米那些 经理还给我提议 说这些堆在地下室容易生虫 特意给我放了不少的防虫剂 其实我也不着急 因为我会变成丧尸 不影响出行采购 哦对 差点忘了很重要的一样东西 开上我的兰博基尼 直奔城里最大的商场 把所有黑色美瞳清光 我看以后 谁还敢说我是丧尸 总之美瞳一带 谢瞳一挡 我就是人类 本来还想买别的 就美瞳刷卡后 突然想起来 没必要啊 末世一来 我不就能零元购了吗 所以原本还想买些护肤品啊 衣服什么的 我直接开车回家 打算休整 因为就在今晚 我会发烧 大汗淋漓的 好像有无数的声音 在脑子里叽叽咕咕 特别烦人 还有个特别冷的声音 一直在我的耳边 我会找到你的 找个屁找 上辈子 我都被欺骗隔屁了 也没见谁来救我 所以说 靠人不如靠己 我马云从今往后 就狗成一条咸鱼 绝不碰什么情情爱爱 果不其然 记忆没骗我 当晚我就发起了高烧 整个人都泡进水里了 还热得慌 满脑子都是那种 乱七八糟的声音 还有那句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终于找到你了 吵得我烦了 瞪着眼睛吼 来啊 来了我弄死你 声音居然停了 我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 人还躺在浴缸里 拿起手机一看 头条全都是人咬人的新闻 丧尸病毒爆发了 我起身看了下镜子 果然 我的眼睛红了 上辈子 我顾不得浑身的酸疼 拎起包就跑去找男朋友 他狗在那小出租屋里 正瑟瑟发抖 我直接踹飞那正在拍门的丧尸 喊他老半天 他才开的门 现在想想真的操弹 我要不是武力爆棚 加上丧尸根本不会主动攻击我 就他这半小时才开门的劲我都凉了 然后这货还非要让我带他回家 说什么不放心 他父母 我当时还为他孝心感动来着 硬生生地杀出血路 走了一个中头的路 才找到他家 一个破旧的小区楼 他父母还有个表妹 就住在一房一厅 比我家厕所还小的地方 而且破旧简陋的厨房 更是厚厚一层有够 我当时都惊呆了 就觉得好心酸 好心疼 怪不得男朋友这么没安全感 非要一起买房 现在回想 我上辈子一定是脑子抽了 明摆着凤凰难吃绝户 我压得硬是挠不出什么真爱无敌的戏码 反正现在 我哪都不去 就狗在放映厅里追剧 手机一直在亮屏 全都是钱渣打来的电话 这个时候 他应该是狗在出租屋里 痴心妄想 我会去救他 一上午过去 我泡了碗康师傅番茄牛肉面 打开手机 看到几十条短信 全都是钱渣发来的 什么丧尸来了 什么好可怕呀 他好担心我 让我给他打个电话 嘖嘖嘖 既然这样 那我就发发好心 让他别担心我呗 所以我发送了视频请求 瞬间就被接通 他缩在床底下 瑟瑟发抖的归样 简直不要太好笑 马云 快来救我 嘴上说什么担心我 张嘴就是让我去救他 咋的 我脸上 就写得大怨重三个字吗 外面丧尸好可怕 我不敢出去呢 我笑隐隐的 镜头扫过我家的放映厅 还有桌上刚充好的方便面 你看 我只敢躲在这里 追剧吃方便面 马云 我就要死了 你居然还吃得下 他在那边怒吼 眼里都要喷出火来 砸门声骤然而起 看来是引来了不少丧尸 他吓得整张脸 猙獰得像鬼一样 最后挤出比哭还难看的 讨好的笑 声音也跟着压逼 马云 快点来救我好不好 你看你只会泡面 连鸡蛋都不会煮 哪里能夺活呀 再说了 我可是这个世界上 最爱你的人啊 除了我就没别的人 会照顾你了 你提醒的对呀 我自己一个人怎么过 我突然意识到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准备了那么多吃的 然后我只会泡方便面 简直绝了 不跟你讲了 我得去找个厨师回来 给我做饭 手机直接挂断 我方便面都吃不香了 直接起身就往外走 得速度啊 要不然厨师都变成丧尸 可就完了 而且不只是厨师 打扫工人也得要 几百坪的别墅 完了还有养鱼养鸡什么的 全都让我干 那日子顿时不美了呢 对了 去之前美瞳药带上 我是丧尸这个秘密 死我都要烂在肚子里 不会再告诉任何人 虽然丧尸病毒 才爆发几个钟头 外头已经乱得不成样子 全都是丧尸在咬人 血淋淋得很 我得亏有上辈子经验 要不然能吐死 话说找厨师 当然是要去酒楼找 我知道有家酒楼 那个菜呀 特别好口味 那麻辣小龙虾 简直一绝 还有酸香大闸蟹 哦对 还有糖醋鱼 嘖嘖嘖 真是想想都流口水 救命啊 救命 我才刚下车 一个男人突然倒在我面前 挡住我去路 追着他的两个丧尸 互相看了对方一眼 居然屁颠屁颠地跑了 我人都惊呆了 别跑啊同类 我不救人的 你们肯他不肯我的话 我绝对不抱你们头 只可惜他们溜得贼快 多谢女侠救命 那男人仰起头的时候 我正好低头看向他 这会长得可真俊啊 见眉心目的 还透了一种禁欲感 还没等我说话 这漠视太可怕了 女侠 我们搭个伙吧 他站起来了 比我还高一个头 变成我仰着头看着他 瞬间就有种压迫感袭来 不需要 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一步 握紧手中的剑 这年头 我不防丧尸 因为丧尸不会伤害我 我防人 因为人会把我啃得扎都不剩 我什么都会做 他还挺真诚 我皱了皱眉头 会做饭吗 会 他回答的斩钉截铁 这成功地诱惑到了我 毕竟这年头长得帅 又会做饭的人真不多 但他气场真的太强 我犹豫了下还是摇头 算了 结长控不了你 还是各走各的吧 月菜 穿菜 干菜 我全都会 我就正跟他擦件过 然后他说的话 成功地让我脚步一顿 这简直就是送上门的香馍馍 或者你可以试用一下 他又讲话了 我回头看向他 这回忧生的毛子正在望着我 一脸真诚 透着祈求 仿佛我拒绝他 就会哭 漠视果然可怕 气场原本这么强大的人物 而且你看我这身板 可以给你当保镖 毕竟这种时候 最可怕的 其实不是那些丧尸 而是人类 这伙还挺会 确实 他一米八八的个儿 当保镖 很能唬人 我就是有个疑惑 你也就是能看而已吧 要不然那边那俩丧尸 赶成这副样 他的脸瞬间红到了耳尖 还挺可爱 我绝不承认我是个严控 好吧 就是一顿饭 谢女侠 我一定会让你满意 他唇角在疯狂上扬 笑得很灿烂 跟他一开始 给人的那种高冷的气场反差 实在是太大 让我都有点怀疑 一开始是看错了 不过还是小心为好 毕竟人类是最可怕的物种 所以回家路上 我却宁愿购了手铐 还有铰链 那种大人店买的 出来的时候 他看我的眼神一味深长 我当没看见 反正我脸皮厚 我怕谁啊 我鬼都不怕 这点离钱渣出租很近 也就隔条街 我甚至能看到他的窗户 那挂着的淡蓝色窗帘 还是我买的 就在车上 我看着那窗 给他发了视频请求 还是一秒钟接通 钱渣还窝在床底下 这都过五了 他那位置还没变过 真是耸的一批 马云 你是不是来救我了 他看到了我坐在车里 眼里瞬间透出希望的光来 当然不是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我是出来找厨师的 这不 还真给我找到了 我扯过那位谁 来了个脸贴脸 莫 运气超好的哇 又帅又会做饭 还能给我当保镖 马云 钱渣喊得撕心裂肺 然后我挂了 嘿嘿嘿 论气愁 谁能有我强 一回头 那个谁正在望着我笑 笑得脸红红的 黑毛里透着光 我都尴尬了 一脚踩在油门上 撞飞两个丧尸 直奔别墅而去 至于钱渣 他还能再苟几天的 毕竟喝水都能活七天 糖醋鱼 麻辣小龙虾 如果这两道都做不好 那我就换人了 毕竟冒这么大风险 让他留下来 不物超所值的话 还不如去找一个 看起来安全一点的 好 他系上围裙 就去厨房忙活 开放式厨房 我就坐在沙发上 看着他忙活 还别说 人长得本来就帅 认真做饭的时候 更是绝了 但凡是个女人 眼睛都会掉他身上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管家 电视上那种管家 嗯 他说话就说话 还抬起头冲我一笑 笑得人处无害的那种 我心端都颤了 毕竟孤男寡女的对吧 我很好心地问他 那你有没有重要的人 没有 我是孤儿 他又冲我笑了 简直绝了 我也冲他一笑 巧了 我也是 他端上来的是糖醋鱼 动作还挺快 摆盘也挺好看 关键是鱼嘴还一张一合的 就很绝 原以为他就说书而已 没想到还真的挺会做 酱汁酸甜是我爱的味道 鱼肉很鲜很嫩滑 搭配着酱汁进嘴 简直不要太下饭 行 你留下了 不用看小龙虾了 就光是这一道 就足以俘获我的胃 买来的锁链手铐 没浪费 既然他要留下 那规矩就得说清楚了 我睡觉的时候 他只能待在客房 手铐带上 脚链锁上 我醒的时候 才会给他打开 毕竟人心难测 万一他盯上 我这偌大家产 趁着我睡觉 给我挤刀子怎么办 我虽然是丧尸 也怕被抱头挖 再说了 这样一来 我睡觉都会睡不相甜的 可以 他没有意义 笑得很真诚 我还问了下他的名字 叫杨森 还挺好记 杨森是个很勤快的人 我本来还打算找个庸人来着 结果他里里歪歪都收拾得很好 他说他专业干这个的 我信了 这要不是专业的 能做这么好的饭菜 还能把老母鸡 跟那些鱼鸭螃蟹什么的 养得白白胖胖 哦对 他还会种菜 我这个小白买了种子 心血来潮 正要撒种的时候 他说 种菜不是这么种的 首先还要发芽 泡在深根水里一整晚 冒芽了 才种到土里 嘖嘖嘖 我捡到饱了 真的 上辈子说我把别人养得白白胖胖 这辈子绝对要被别人 养得白白胖胖 我开了面前这一盘的烤肉串 烤茄子 还有烤鸡翅发过去 顺便来一句 人生没你真美好 他没回我 反正我也能脑补 他在手机那头气得半死的样 简直爽歪歪 这一天的傍晚 我正在放映厅追剧 杨森过来敲了敲门 大小姐 门外来了三辆皮卡 是他 我坐在监控室里 看着画面中出现的钱渣 眼睛都瞪大了 这货居然还敢冒出头来 而且是坐在副驾驶座 旁边开车的是个光头男 一脸横肉 正在推门下来 望向我这别墅 很明显 钱渣带他们来夺财 够狠哈 再一次刷新 我对钱渣的认识 手机又亮了 钱渣打来的 画面中 他正在盯着手机 脸猙獰得像鬼一样 马云 你乖乖开门 王大哥说不会伤害你 我们只是借住几天就走 谢 当我是三岁小孩子 我站在阳台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 笑嘻嘻 你乖乖地带着他们滚蛋 要不然会被爆头的哦 好像忘说了 我们买家打僵尸 可不只是会用剑 远程攻击也很溜的 只是21世纪 讲科学的年代 我们这些术士都苟着 轻易不出手 就算出手 也会选择没人的地儿 马云 机会我给过你了 一会就别怪我 钱渣挂了 他转头跟那个光头说了什么 车上立马有人拿着工具下来 这是打算撬锁进屋 真是搞笑 偷鸡摸狗的 也不懂半夜过来 这么嚣张的嘛 杨森在偷瞄我 我冲他一笑 别怕 就算他们进屋 我也会保护你 不会让你被他们玷污的 他脸一红 默默地往后退了一步 哼 男人就是可爱 我回屋拿了一把弩 这是我爷爷的爷爷留下来的 叫诸葛连弩 原装配备的箭头 是用纯银打造的 我也说这是打僵尸 必备利器 还说箭头上闻了俘禄 如果打在人的身上 神魂俱灭永不超生 关键是这箭很珍贵 所以一打就要打头 这样鬼都跑不了 好方便去把箭捡回来 反正我小时候练这弩 练到哭 因为必须要打眉心 还得用火把来练 比如在小猪或者小鹿眉心上画个点 到后面 甚至在麻雀眉心上画个点 让我拿着射 射得重就有饭吃 射不重就饿着 水都不给一口 当然 我没用这么珍贵的箭头 我用的是 小时候我也为了让我练弩 特意让村里老铁匠给打的铁箭 地下室里满满五大箱 放到现在 再不用怕是要生锈坏掉了 我就这么一射 铁箭修一下 直接穿透光头眉心 哦哦 只是习惯性爆头而已 我真的不是这么残忍的丧尸 总之 他们全都惊呆了 特别是前渣 脸色煞白 看看光头 又看看阳台上的我 突然就往车上冲 不过呼吸间 车就这么爆射出去 前渣跑了 那些人才反应过来 门也不撬了 骑刷刷地冲向车 从下车撬门到离开 也不过几分钟 最后只剩下那个光头倒在地上 眉心还插着剑 眼睛瞪得滚圆 一副死都死不瞑目的样子 怕不 我问杨森 他摇了摇头 我果然没跟错人 我拍拍他的肩 这觉悟不错 放心吧 跟着姐有肉吃 真的 在这个末世 除了我 他跟着谁都没办法这么安逸 而且还能继续干着老本行 这是第八天 停水停电也断网了 但还有二G信号 幸亏我装了太阳能发电器 水的话有井水 吃喝方面是不愁的 就是没网了 这就真的很无聊了 不过幸好 我这几天下载了不少的电视电影 还有单机游戏 空了还能跟着杨森去养养鸡养鱼 要不然就种种菜 完了 我还挖了一袋蚯蚓 这部 第九天的清晨 我决定去城里走一趟 去鱼具店陵园构点 钓干什么的回来 在我家鱼池钓到鱼 或者去山上河里抓抓虾 结果才刚上车 杨森也跟了上来 坐在副驾驶座 我 咦 我说要带你去了吗 他 我自己在家会怕 这里游真好 我无法拒绝 好吧 在这个末世 人确实是会没有安全感的 虽然我是丧尸 我也懂 城里已经变得好乱 特别是通往城中心的那条路 各种车七扭八歪的 很多都烧成了铁架子 车都开不进去 这就麻烦了 我还好 走在路上也没有丧尸会咬我 杨森可不行 我瞄了他一眼 在这种时候 身为一个香喷喷的人类 确实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 不过我不会嫌弃他的 毕竟他是我的人 只要是我的 别说是人 是狗 我都不会嫌弃 在这等着 我先下车 四周围遛了一圈 除了几只孤零零的丧尸 又一件卡了脑袋外 没别的了 走吧 我拉开车门 杨森下来了 望着我的眼神充满崇拜 我拍拍他的肩 别崇拜姐 姐就是那个传说 他笑了 最后笑起来还真帅 我还挺爱看 这里离我要去的市中心 还有段路 而越往里丧尸就会越多 带着杨森 这个拖油瓶还真不好走 不过带都带了 也只能小心行事 对了 这里离钱渣他们家很近 上一世 末世爆发的第一天 我就带着钱渣来到这里 上了那栋老旧的楼 敲开那个小木门 见到钱渣的父母跟表妹 现在也不知道 他们是不是还像上辈子那样狗在呢 说真的 我就想去看热闹 谁让他们上辈子 举报我吃绝户的时候 那么道貌黯然地说 为了全人类 反正我去了 毕竟我是丧尸 可能丧尸就是记仇 楼道里还有两只丧尸在游荡 如果不是为了杨森的话 我绝对不会让他们的脑袋砸地上 你不问我 为什么来着 站在钱渣家门前 我笑隐隐地问杨森 他唇脚浅勾 为什么 因为这里住着的都是我仇人 我过来看看热闹 嘿嘿 说笑中 我敲了门 有脚步声 然后门瞬间开了 渣男满眼都是惊喜 满云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 他还要扑过来抱我 我想踹飞他的 结果还没来得及动脚 某人动作比我更快 砰 啊 钱渣身体砸在地上 豪得跟杀猪似的 我瞄了眼杨森 这会怎么会这么好伸手 关键是 这么好伸手的人 面对丧尸居然能耸成那样 我是你的保镖 察觉到他有要袭击你的意图 自然要保护你 他板着脸 严肃认真的解释 我怎么觉得他分明是在此地 无银三百两 不过没关系 我喜欢被男人护着的感觉真好 我看向钱渣 这会趴在地上 他父母还有他表妹都过来了 他们盯着我满事防备 然后没人去扶钱渣 任由钱渣挣扎着从地上爬起 马云 我正好路过 来看个笑话 解释还是要解释的 免得闹出什么误会就不好了 他们的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 我突然觉得 此时此刻 没有带考川过来显摆一下 真的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不行 下次要带考川过来 我跟杨森下楼的时候 钱渣他妈的声音传来 什么臭婊子 上来就打人还 下一秒 我身边的男人不见了 我听到钱渣他妈传来的惨叫 就跟钱渣似的 豪得跟杀猪一样 这种热闹 我能错过 赶紧跑回去看 就在门口 看到杨森在里头正走出来 钱渣他妈满嘴是血的躺在地上 嗯 看戏都没看到热乎的 我拍了拍杨森 以后你打人之前 记得喊我看啊 我最喜欢看这种现场版的打架斗殴了 好 杨森唇角杨起笑 房里那几个人 看我们的眼神充满畏惧 像是在看神经病 哎呀 反正打一顿就走 心情爽 关键是运气一来 挡都挡不住 我捡了辆保姆车 这样带着杨森就安全了 直接去种子店 他在里面挑挑剪剪 拿了好几袋种子 还搬了两袋化肥到车上 话说这保姆车后面空间大得很 当然 要是有个货车更好 说起来还真是巧 就在超市门口 还真就停了辆大货车 再重几十吨的那种 就是已经没有开不动了 不过这难不倒杨森 他找了个管子 把保姆车上的油给吸过去了 所以说 我真捡了个宝 要不然就我自己一个人 吃着泡面还要拖地 家有矿山也一样苦逼 既然有了货车 而且还是零元够 那绝对要疯狂扫货呀 我们第一时间去农贸点 把几个烧烤店里的碳全部搬空 还有那冷柜里 居然还有不少的串串 八九天过去了 居然还透着凉意都没坏 当然全部搜刮 别的话 倒是没有特别想要的 毕竟家里50万的货物 基本都应有尽有 就连一般的家用电器 也种类齐全 根本不缺 哎 你有没有觉得奇怪呀 这城里的丧尸 好像也不多的样子 这里已经是市中心了 城里最热闹的地儿 平时来都是人挤人的 记忆中的末世 丧尸也都是挤着走的 现在居然空荡荡的 一整条街上一个丧尸都没 怪异的让人有点发毛 可能是去别地儿了吧 或者午休 杨森回答得特别认真 我都笑了 丧尸还会午休 不过去别的地儿 倒是挺有可能 丧尸潮吗 电影里经常提到 不过还是感觉不对劲 跟记忆中的不符 话说大货车 就是比兰波基尼好 路上那些挡路的铁架子 直接顶开 一路上可以说是畅通无阻 路过前渣的家 我的车停了 瞄了眼楼上 前渣正站在窗后盯着我看 这分明就是挑衅 姐这暴脾气 最受不了的就是挑衅 立马吩咐杨森 烧炭 我们就地烧烤吃一顿再回去 好 杨森马儿溜得很 架烤炉 烧炭 百串 一气呵成 所以这年头 捡个好男人 真的绝对可以提升生活品质 当然 像钱渣那样的就免了吧 我上辈子像保姆一样 伺候他们一家 结果默示一完 那家伙就道貌黯然地 搞物种歧视 嘖嘖嘖 好香啊 我开了一瓶肥宅快乐水 喝一口啃一口烤串 喝一口再啃一口烤串 笑一音地望向钱渣 他爸妈跟那个表妹也都来了 就站在窗后 眼巴巴地看着我吃烤串 话说他们也真的好奇怪 楼道里就那么两只丧尸 还被我砍掉脑袋 这大街上也没什么丧尸 他们怎么就不敢下来 难道是怕我 怕我也是对的 毕竟我打起人来 可能比丧尸还凶 马云 看在我们相爱的三年的份上 你就给我们一箱泡面吧 就一箱就好 钱渣突然大喊 我 你下来啊 门外都是丧尸 马云 我爱你 我真的爱你 你不想买房就不买房 要不然你给一包泡面也行啊 他哭得稀里哗啦的 隔这么远 我都能听到他哽咽的喘气声 像泡了两百斤的狗一样 想要泡面是吗 我伸手接过杨森递过来的泡面 打开 然后倒在地上 使劲地踩踩踩 就不给你 他的眼神充满了绝望 我特爽 再开一瓶肥宅快乐水 然后拿起个牛肉串 啃了一口 好香哟 然后递给杨森 来 赏你的 杨森的脸突然红了 唇角在疯狂上扬 我很疑惑 不就是吃个串吗 为什么笑得好像 捡了五百万一样 搞得好像我对他多苛刻似的 末世这么枯燥 这样多好玩啊 我决定了 明天多准备点好吃的 我们再来这里野餐 好 杨森笑了 笑起来还真好看 总之第二天我又来了 整个大街空空旷旷的 丧尸都没见到一个 我都担心钱扎一家趁机跑路了 没想到他们还在 真的好怂啊 丧尸都没了 还窝在那个小屋子里 门都不敢出来 就这怂样 上次居然还敢叫人去砸我门 真不知道哪找的勇气 我靠在车上 看着杨森摆桌子 摆造炉 最后把处理好的食材摆出来 开始爆炒香辣蟹 嘖嘖嘖 这香味飘的呀 我一抬头 就看到钱渣出现的窗前 盯着我那眼神 好像要吃了我一眼 今天是香辣蟹哦 还有自然牛肉 哦对 还有爆炒羊肝 我记得是你最爱吃的菜脸 一会儿我帮你多吃几块 我就拿着喇叭 对着他喊 钱渣的脸色简直了 我觉得他会冲下来打我 结果他就站在那里 死死地盯着我 哎呀 这样很容易就玩腻了 我愣了下 杨森已经下意识地挡在我的跟前 车上下来两个浑身是血的男人 其中一个捂着胳膊 血还在不停地顺着他的手指滴落 脸色惨白的 仿佛随时要隔屁 我一眼认出 面前来撬我家门的 就有这男的 他没看我跟杨森 而是抬头看那个窗 嘴里还漫漫咧咧 你这个畜生 老子不杀你全家不姓王 说完就往楼上冲 我抬头看去 钱渣的脸色已经白了 看样子 这男的是来杀他全家的 结果才冲进楼道没几秒钟 那男的又冲了出来 鬼哭狼嚎地往车上窜 我整个莫名其妙 他们是见鬼了呀 好奇心驱使 我走过去往那个楼道探头一看 卧槽 密密麻麻全都是丧尸 堵得满满当当的 我懂了 钱渣真不是怂 就是别说人类 就我一个丧尸都难以挤出来 话说这丧尸是不是怕太阳啊 怎么会全都挤到楼道去了 我很疑惑 这跟上辈子的都不一样 记忆中的丧尸 就算是在大太阳底下 也要游荡着的 而且听到声音就会冲出来 我们在这大喊大叫的 他们居然也没什么反应 杨森没说话 估计跟我一样也想不通 总之吃饱喝足 我打算跟杨森去找渔场锤钓 城郊那边有个农家乐 里面有很多大鱼 结果正要上车 钱扎大吼 马云 只要你把我就出去 随便你怎么对我 做牛做马都行 我冲他一笑 他眼里顿时就有了光 然后我上车走了 只留给他一个潇洒的背影 切 还做牛做马 我一个丧尸 哪配得上他这么高大上的人类啊 不把我送去切片做研究 我都得感激他祖宗十八代 去渔场的路上 杨森一直在偷瞄我 我问他干嘛 他说 其实我也能做牛做马 扑 我得亏是没喝水 要不然能全都喷挡风玻璃上 杨森这个人吧 什么都好 就是有的时候 认真的有点憨 他应该是怕我真的收了钱扎 放心吧 我不收牛马 我拍拍他的肩膀 跟他讲 只要你乖乖听话 姐一定能把你狗到末世结束的 他就笑 笑得好甜 哎呀 男人就是好哄 不过我这也不是哄 是认真的 只要他不想着把我送去给人类切片研究 我就能带他狗到人类复兴 鱼场的鱼果然又大又肥 虾龙居然还捞上了一只大龙虾 傍晚回去的路上 我已经点好菜 就算香龙虾 加个香油蒸鱼 再来个海南鸡饭 简直不要太香 半路上 我见到那男的了 就刚才那俩其中一个 另一个不见了 他缩在那个车里 看到我的车后 就使劲招手 上半身都探出来了 冲我喊 喂 我有个事要告诉你 什么事 我停下车 没办法 我就是这么八卦 你还不知道吧 你那个男朋友 让我们趁着你不在家的时候 去抢你家 还说可以躲在里面 等着你们回来的时候 把你们全都杀了 甚至还要把你先奸后杀 这后说这话的时候 满眼都是狠仪 我愣了一下就笑了 那你还不知道吧 这其实是我让他这么做的 因为这样才能把你们一网打尽啊 什么 那男的一脸错愕 要不你们怎么会这么惨 我笑嘻嘻一脚踩在油门上溜了 后视镜里 那男的脸色已经变得猙獰 眼里都要喷出火来 话说他会不会找钱扎算账不知道 但我真的吃了一惊 油门都踩到底了 大家一看 门锁果然有被撬过的痕迹 不过不多 倒是四周围全都是血 还有各种肉血 很显然 这里经历过惨烈的搏斗 我四周围看了看 很疑惑 这附近也没有丧尸啊 那些人是被什么袭击 搞得那么惨的 不过不要紧 我有监控啊 直奔楼上 进了监控室 调出之前的画面 果然 在我跟杨森走后不久 他们一会人就来了 三辆车八个人 其中两个还拿着电锯 他们聚集在门前 其中一个打开工具箱 拿出窍门工具 正在倒过 旁边的树林里 突然冲出一大堆丧尸 刚才那俩人反应最快 离车子也最近 直接就窜上车 可就算是这样 驾驶座的那个人 也被咬了一口 手臂被硬生生地 扯下一块肉 反应慢地 直接被朝涌班袭来的 丧尸潮淹没 在惨叫声中被撕碎 那些丧尸是不是计划了呀 居然会隐蔽搞突袭了 我真的看得目瞪口袋 然后一阵阵后爬 这跟记忆中的 实在是相差太大 感觉他们像是有思维了一样 不再是普通版的行尸走肉 得亏我也是丧尸 要不然这么多丧尸 突然冲过来 跑都跑不及 你以后还是别出去了 守家吧 要不然太危险了 我是丧尸还算安全 杨森可不一样 他是人类 在丧尸的眼中 就是行走的考串 都想啃 不行 我自己一个人会害怕 杨森板着脸 一本正经地怂 我无言以对 好吧 这货还真的是 一点面子都不要 怂得理智气壮 那我就少出门吧 反正家里东西也够用 我出去其实也挺危险 毕竟随着时间推移 活下来的人 会变得越来越凶残 比如钱渣都火同外人 来干掉我了 道德表 不知道是不是太气了 晚上睡觉我做了个梦 梦见回到上辈子 我被几只黑油油的枪口对着 钱渣那一家人 舔着个脸笑得好灿烂 而钱渣则在干好着 满云 下辈子我们还要在一起 我是被恶心醒的 醒来就睡不着了 好想去围观钱渣一家的惨状 所以我打算趁着夜色 拖流出去晃一圈再回来 假装从未出过门的样子 结果手材摸在门坝上 就感觉到不对劲 我们马家世代抓鬼灭僵尸 有着超强的第六感 我感觉到外头有人 而且气场强大 我转身去拿了诸葛连弩 上了我家祖传的银箭头 门被轻轻拉开 我捏手捏脚地走出去 那强大的气场已经消失 门外没人 阳台也没人 月光投进来 绞急安静 刚才的一切仿佛我的错觉 但身为马家人 是绝对不可能怀疑自己直觉的 所以我第一时间去了监控室 不出所料 真的有人 是杨森 这货大半夜的不睡觉 捏手捏脚地跑去阳台晒月光 我在门口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察觉到了 然后修一下冲回房 速度之快 在镜头里直接消失 我放慢了20倍 才终于捕捉到他仓皇地 从阳台逃回客房的画面 我很肯定他不是人 不知道是什么物种 讲真 我内心受到万万点暴击 毕竟我是马家传承人啊 一个不是人的物种 在我眼前晃悠这么久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得亏也已经隔屁了 要不然能敲死我 所以问题来了 他一个不是人的物种 还这种伸手 根本不可能会怕丧尸的存在 为什么会狗在我身边 门外有人 他来了 就站在门外 再透过门板望着我 夜很静 静得能听到心跳声在狂颤 我已经握紧手里的弩 对准紧闭的门 不过奈货的速度如此快 我也没把握能干掉他 大小姐 我不会伤害你 他的声音穿过门板 我没吭声 反正我也没信 我也说过 师妹王两最为诡计多端 我有个先祖就是信了 被骗财骗色 最后心脏都被挖出来了 大小姐 不管你信不信 都是我真的想伤害你 随时都可以 他又讲话了 还真的拽 我手里的诸葛莲奴已经举起 就盯着那门 他要赶闯进来 我就嗖嗖嗖地直接抱他头 大小姐 声音突然就从身后传来 我人都傻了 那什么 他不是在门外的吗 这种时候就很尴尬 我是转身好呢 还是不转身好呢 我在你身后 他还提醒我 我压得有这么菜吗 我不知道他在身后吗 我就是在犹豫 要不要直接开干 我也说过 对付赤妹王梁就得心狠手辣 半秒钟的犹豫 都会死得很惨 所以我转身了 转身的一瞬间 诸葛莲奴里的银枪头 就爆射出去 但几乎也就在这一瞬 我手里的诸葛莲奴没了 而杨森就站在我跟前 手里拿着我的诸葛莲奴 大小姐 你伤不了我 他望着我 幽深的毛子里满是笃定 我 此时此刻 我只恨自己 为什么没有听爷爷的 热烈烈练马甲道法 好把这货暗地摩擦 我不会伤你 他把诸葛莲努递给我 还说 如果你还想杀我 那这一次 我不会躲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 一脸真诚 但我信他的鬼 我很肯定 这就是一种试探 如果我再出手 他就会捏断我的脖子 为什么 我没有接奴 而是望着他 努力的装作很感动 他说 因为我的命是大小结旧的 不管我变成什么样 我的命也永远都是大小结的 他好认真啊 换成别人真的就信了 可惜我不是别人 我是马云 马家的传承人 从小到大 听得最多的就是 非我族类弃心弊异 这种吃美亡俩 不要我的钱 不要我的命 那很明显 他就是看上我的美色了 怎么办 打又打不过 只能屈服啊 杨森长得又高又帅 这要给予我的美色 我也不是不能接受 不过还是有一点需要确定一下 你是什么物种 嗯 杨森没听明白 我 你不是人 那你是鬼 还是什么怪 马家有本记载了各种精怪的书 什么虎精 猫精的 我还能接受 可要是苍蝇精这些的 就有点接受无能了 这个我不清楚 不清楚 这你都不清楚 怎么可能 你不想说就不想说 哪有妖魔鬼怪 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妖魔鬼怪的 我才不信 偏偏杨森还一脸认真的解释 大小姐 我是真的不清楚 自己到底是什么 不是不想说 行吧 你爱说不说 我这抱脾气 转身就走 没想到太过激动 腿撞到椅子 整个人直接往前扑 完了 要脸贴地了 就在我大脑一片空白的时候 腰背勾住 然后我整个人就撞进杨森 带着淡淡木质箱的怀里 大小姐 你没事吧 她往后退了一步 小心翼翼地望着我 那黑油油的毛子 毫不掩盖地关心 我 没事 讲真 我心情很复杂 末世一来 我就变成了丧尸 在这个世界草木皆兵 然后我捡到了她 一度以为自己很幸运 没成想 这伙竟然是个妖怪 而且法力很高强的样子 其实我不物种其事 但这伙如此强大 还要苟在我身边 明显是有所图的 本来就睡不着觉 现在更睡不着了 在床上辗转反侧 满脑子都是杨森到底是什么物种 还有他想干什么 真就涂我美色 一日清晨 我才刚走出卧室 就闻到了浓郁的煎蛋香味 杨森已经在做早餐 看到我 露出微柔的笑 大小姐 早餐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平时他都这样 我还挺习惯 可现在不一样了呀 他现在可是大佬 随便就能描死我的那种 然后在那笑一一的 还温柔地给我做早餐 这种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那可是要蛊惑他的心 其实不只是男妖 女妖也是这样 各种让你不可自拔地爱上他之后 就会甘愿把自己的灵魂献给他 这样他就能功力大涨 而且这货还不肯告诉我 他是什么妖 这绝对是要藏一手啊 虽然我是丧尸 也不得不防着点 所以我盯着早餐 迟迟没下嘴 这里面万一有什么迷魂药呢 大小姐 你想吃什么 我也就几秒钟那栋块 杨森就把早餐撤走了 望着我的黑眸中 是毫被掩盖的那种讨好 这就是迷魂技呀 我马云要不是受过情伤 知道男人那点伎俩 当场就被他给征服了 心肝都能掏出来给他 没事 我减肥 这种时候 当然是要溜 结果我走到门外 他也跟到门外 我回过头 他就那样定定地望着我 唇角琴着温柔的笑 还带着宠溺 就好像我是个闹脾气的小姑娘 而他就那样惯着我宠溺 别跟着我 我板着脸 严肃且疏离 讲真 要不是打不过 我就把他给收了 或者赶跑了 毕竟我们马家跟妖魔鬼怪 是不两立 大小姐 我不敢独处 他居然还回答得这么理直气壮 我怀疑他 当我是三岁小屁孩 你觉得我会信 三岁小屁孩 都不会信得好吗 他一个大佬 分分钟能把我秒杀的妖怪 居然跟我说 他会害怕 我真的会怕 我总觉得 会有什么怪物窜出来 把我吃掉 只要在大小姐身边 我才会有安全感 他解释得还挺认真 我一个字都不信 呵 男人 他在我身边 我才没安全感 大小姐 让我跟着你吧 他还眼巴巴地看着我 妄图使出美男计 但我马云是这种 会被美色所蛊惑的女人吗 没错 我是 特别他压得 像个怕被遗弃的小奶狗那样 眼巴巴地望着我 黑溜溜的眼里 还犯着水雾的时候 我就别说拒绝了 心都要恨不得 掏出来递给他 诺 给你给你 别哭 幸亏我也死得早 要不然看到我这没出息的样 肯定得拿拐杖敲死我 大小姐 我觉得我应该不是鬼 开车进城的路上 他突然眉头莫尾地来了句 我 嗯 他说 我有心跳 还有体温 但是我应该也不是什么妖怪 因为我没有法力 我面无表情 哦 又想忽悠我 我醒来的时候 就在山顶的那个古堡里 你说什么 我当场震惊 山顶的那个古堡 我也说过 山顶的古堡里 封印着一个很可怕的大魔王 我老爹天天吓唬我 说那个大魔王最爱吃小孩 而我们马家之所以守在这里 就是为了盯住山顶的大魔王 没错 我就是在那里面醒来的 四周围很黑 我还躺在一个棺材里 很可怕 他不知道我是干嘛的 还在认认真真的解释 我手里的剑都握紧了 冷静 马云 你现在就算是砍过去 也砍不到人家 反而会死得很惨 但能不砍吗 我也说过 大魔王现世之日 就是世界末日之时 爱麻 现在可不就是世界末日吗 我瞥了眼杨森 世界末日 该不会就是这会导致的吧 大小姐 我句句属实 他把车停了 望向我 真诚且认真 要不然我带你去看看 我怀疑我是人 是古堡的主人 我 哦 这货也不知道真傻还是假傻 古堡的主人 就不是人好吗 但也有个可能 大魔王失忆了 我问他 那你记得 你醒来之前是干什么的吗 他摇摇头 其实我醒来的时候 脑袋里一片空白 什么都不记得 甚至连名字都不记得 那你又说 你叫杨森 你还说你以前是管家 我才不信 失忆了说谎 还这么666的 而且还那么会做饭做菜 根本不可能失忆 我能感知到 那些丧失的记忆 什么 我目瞪口呆 什么意思 我的名字 还有管家的职业等等 其实都是我从那些丧失的记忆中感知来的 杨森还是如此的认真 我都不知道该信好还是不信好了 几秒钟的沉默后 我问出最后一个问题 你猜我现在在想什么 你在想该不该信我 卧槽 我当场猛了 杨森 大小姐 您在心里骂脏话了 我继续 卧槽 完蛋了 那这货一开始不就知道 我想干掉它 杨森 大小姐 你想杀我 随时都可以 我绝对不会伤害你 也不会反抗 我的命是你的 我沉默了 真沉默 从里到外的沉默 此时此刻 我只想离她远一点 这种感觉太可怕 一点隐私都没了 大小姐 从现在起 没有你的允许 我绝对不会擅自去 感知你的所思所想 所以请不要怕我 她又说话了 眼巴巴的带着忐忑 我能说什么 反正赶她也赶不走的 我只能开车开车 我心都乱了 本来是打算进城溜一圈 现在满脑子都是古堡 还有爷爷讲的那些传说 据说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特别可怕的大魔王 嗜血 凶残 贱人就杀 还喜欢把人的心脏 挖出来当球梯 我们那个左奶奶 为了封印她 可费了老大劲 最后还把命都丢了 但问题来了 杨森怎么看 都不像嗜血凶残的样子 很快 我发现我错了 我们进城了 今天有点不对劲 地上横躺着 十几具丧尸的尸体 全都是被炮 还是什么 轰得七零八落的 还有股很强的烧焦味 大小姐 有人来过 有枪 杨森小心翼翼地 把车停下 视线扫过四周 眉头一拧 你的仇人一家 都被那些人带走了 啊 没好戏看了 我正遗憾 前头的楼道里 缓慢走出几个人 黑幽幽的枪口正对着我们 别动 又有女人 长得还不错 老大 我们今天的运气很不错呀 围首的是个刀疤脸 站在他身旁的是个瘦猴子 咧嘴笑着满脸猥琐 特别是那三角眼 透着阴堵 我劝你们不要太嚣张 讲真 换成网时我会怂 起码不会这么嚣张 现在我怕有啥呀 我身旁这位可是大魔王 人家那速度 绝对是一刀一个 一刀一个 从街头到街尾眼都不炸 有货 小娘们还挺野 等会 兽猴子话都没说完 人就飞了 头被狠狠地 砸在他身后的墙上 碰一声整个炸开 极其惨烈 他是坏人 杨森已经回到我身旁 阴沉着脸 声音也冷到极致 虽然没什么表情 可我依旧能感觉到 他那种要杀人的狠力 认识这么久 我还是第一次 见到他生气的样子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他身影又消失了 然后刀疤脸 那几个人又飞了出去 砰砰砰 他们的头就这么炸开 空气中满是血腥味 我都要吐了 大小姐 他们都死了 杨森出现在我跟前的时候 白衬衫上一点血迹都没 脸色依旧阴沉 就是声音该死的温柔 我人都是傻的 何必这么暴烈脸 然后在巷子里 我收回刚才的话 钱渣的表妹躺在地上 衣服已经被曝光 浑身都是亲子 死的时候 眼睛瞪得滚圆 还有人在巷子对面望风 我们快走出巷子的时候 有个男人探头出来看 正好跟我四目相对 又有女人哎 隔着十几米远 他就在那大吼 下一秒 他就飞了出去 狠狠地砸在对面的墙上 直接就成了一堆烂肉 真不愧是大魔王 恐怖如斯 我不知道杨森气力是有多大 反正一脚一个 那些人根本都没反应过来就死了 估计死的时候 连自己是怎么飞出去的都不知道 我走出巷子的时候 黑色面包车上正好下来的人 见到我眼睛都瞪圆了 是你 还挺眼熟 这人我认识啊 不就是跟我告状 说是钱渣 让他来抄我家的那男人吗 是我 我笑咪咪地冲他打个招呼 他视线落在地上那几具尸体 都是刚才杨森干掉的 一脚一个身体还好好的 头都爆了的那种 他的脸色好难看 见了鬼一样的偷着恐惧 转身就跑 杨森问我 大小姐 要他死吗 我 这为什么要问我 说不要 显得我太圣母 说要 显得我太凶残 万一被这大魔王学了去 完了还说 是我指使的怎么办 所以我失去的选择沉默 假装没听到 转身正要走 马云 钱渣的嚎声 都要破音了 他在面包车上 泪汪汪地看着我 你是来救我的对吗 不好意思 我是来看戏的 怎么 你居然还活着 还真令人遗憾呢 我 这货 能这么大的脸 还救他 咋的 我脸上就大约等三个字刻上吗 我笑音的话音还未落 一个黑影就从我身旁闪过 是刚才跑的那男人 他冲向那辆面包车 就在他的身后 还有许许多多的丧尸 呲牙咧嘴 跑得还挺快 其中一个 差点就拽住他的肩膀 幸亏我不是人类 他们对我这个同类视若无睹 一个个地跟我擦尖过 眼里只有那个男的 哦 不对 不只有他 还有钱渣 钱渣跟他的父母也在里头 马云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跟王倩游览 你救我 我给你做牛做马 我再也不会骗你了 混乱中 钱渣的声音从丧尸群里传出 我愣了一下 王倩不就是他那个表妹吗 他俩居然有染 想到上辈子 我被带走的时候 他俩喜不自禁抱在一起的画面 我恨不得给自己一个大耳瓜子 都头上长草了 居然还以为是物种歧视 分明是钱渣出轨他表妹 然后找个借口 弄死我吃绝户 真是逼了狗了 我只觉得恶心 别说去救 压得我想在这摆个烧烤摊 边看边吃 毕竟这种现场版丧尸片 很劲爆的 马云 救我 面包车都被推翻了 他还在好 杨森突然伸过手来 我一看 一把瓜子 抬眸看他 这货居然在笑 你笑什么 这货不只是在笑 还笑得很开心 嘴角都要里到耳根子了 然后他说 以后只有我能给你做牛做马了 我 大魔王 你怕是有什么大病 我算是发现了 杨森这个人 对做牛做马真的有执念 我怀疑他已经不可自白爱上我了 但我没证据 总之现场版很惨烈 我这头磕着瓜子 那头钱扎的手都被拽下来了 还有那个男的 被好几十只抢食的丧尸围住 疯狂四扯咔咬 最后变成了一摊恶心的碎块 丧尸片看不不少 这种亲眼所见 还是第一次 看着还挺解气 甚至还有点爽 我承认我有点变态 但谁让我就是个丧尸呢 我不是人类 不配有人类的圣母心 嚎叫都结束的时候 我看到了钱扎的头 没错 就剩一个头 从面包车里滚了出来 眼睛还瞪着 嘴巴还一动一动的 我本来都要走了 还是折返回来 一把剑从他天灵盖捅入 看着他彻底隔屁后 踩着他的头 把剑拔出 作为前女友 我能为他做的也就这些了 做完这些我就走了 然后听到身后传来巴鸡一声 我回头一看 杨森居然一脚踩在那头上 直接就把那头踩成烂西瓜了 我还没说话 他就急忙收起脚 声音弱弱 我不小心的 我 信他的鬼 毕竟没往 追剧啥的 追多了也无聊 我除了种种菜养养鸡 就是四处杀丧尸丸 看到有人的屋子 还会在他们门口 丢箱矿泉水啊 面包什么的 不知不觉 丧尸病毒爆发 已经过了俩月 人类反击战开始了 城里有军队入驻 开始击毙那些冒头的丧尸 我彻底狗了起来 免得树达招风 被人发现我是丧尸 那就完蛋了 三分钟会被抓去欺骗 反正家里吃的喝的也多 对了 我也说过 魔比吃魅王俩还恐怖 是能毁天灭地 甚至还能打到灵霄殿 抢玉地宝座的存在 所以对付魔王 绝不能心慈手软 要么灭掉 要么镇压 绝不留着祸害人间 其实道理我都懂 问题是我打不过 所以只能苟着 但虽然是苟着 我也有偷摸摸地翻看 我也留下来的古籍 还有关于那个古堡的资料 还别说 真被我找到了 那上面说了 大魔王是一个吸血僵尸 传说女把死了之后 玻璃出来的吼的魂魄 就落在她的身上 所以她力大无穷 速度极快 甚至拥有能随便 进出三界的强大异能 我是越看越佩服我家族奶奶 她是有多强大 才能把一个能跟 女把匹敌的僵尸王 镇压在古堡里的 反正这方面 古籍上没有记载 然后我还翻遍 祖传下来的书 也没提到说 怎么镇压僵尸王的 也不知道银枪头 对付僵尸王管不管用 大小姐 午饭已备好 杨森在敲门喊我吃饭 这种时候 还是会有点小内疚 毕竟人家给我做牛做马 我却在绞尽脑汁 想怎么干到人家 这真的很不仗义 但他是僵尸王啊 哎 哎 我是丧尸啊 话说僵尸跟丧尸 算不算绝配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镇不住一个魔 那就锁住他的心 好吧 这句话是我瞎编的 但也是我绞尽脑汁里 一个月能想出来的最好办法 吃饭的时候 杨森就站在旁边 给我夹菜 给我端茶 倒水什么的 我早就不可自拔的爱上 然后聊他 然后再把他酱酱酿酿了 锁死一辈子 不过现在 要干的事也差不多 就是聊他 先假装不可自拔的爱上他 然后再让他不可自拔的爱上我 再设计 让他重新进入古堡中被镇压 我认真看过 祖奶奶留下的古籍了 关键在于那个棺材 只要他愿意躺上去 棺材板一盖 他就会重新进入沉睡状态 至于神兽醒来 大概也就后代才能知晓了 眼看着人类已经进入反扑阶段 胜利就在眼前 我没时间了 这祸是吸血僵尸 根据祖奶奶留下的古籍记载 这祸是靠吸血为生 甚至可以让被他吸过血的人类 成为他的傀儡 曾经僵尸王肆虐的时代 人类几乎灭绝 情况比现在还严重 毕竟丧尸是没脑子的 僵尸可有脑子 再加上与生俱来的强大异能 别说人类 神仙都扛不住 所以死马当活马医 先干再说 森森 我开了门 冲着杨森甜甜一笑 声音粘腻的 让人起鸡皮疙瘩 大小姐 杨森一副见了鬼的惊恐表情 甚至还往后退了一大步 耸得像是怕我把他吃干抹镜 森森哥哥 你今天给人家做了什么好吃的呀 我走过去 手抚过杨森的胸 这祸的耳根子瞬间红了 结结巴巴 我做了豆浆油条 豆浆油条啊 你喂我吃好不好 我一口 你一口 想想就很好吃呢 我的手指就在他的胸口打转 别问我这些哪学来的 我这么聪明 当然都是无师自通 大小姐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杨森瞪着我 憋了半天 憋出这么一句话 没事啊 就是突然觉得你好帅呀 我好喜欢你呀 感觉好像不可自拔地爱上你了呢 我就是这么直白的人 从不藏里噎着 杨森脸已经红得不成样子 接个巴巴半天 最终还是羞涩地转身而逃 他逃我追 他叉翅难逃 就在饭厅 我把他壁咚在墙上 特别霸道地问他 你爱不爱我 他扭扭捏捏 像只鞍唇般 哎 这声音好小好小 几乎微不可查 我靠近 什么 哎 又是一声 比刚才清楚很多 我一抬眸 正对上他幽深的眸子 仿佛宇宙的黑洞 随时能把人的灵魂吞噬殆尽 大小姐 我很爱你 他红着脸 特别清楚地再次强调 我的心开始蓬蓬地乱颤 明明是我撩的他 现在耳朵脸身体竟然开始发烫 红得不成样子 我溜了溜了 这货还是很会的 你看这些花喜欢吗 居然是一大捧红玫瑰 也不知道他哪找来的 玫瑰花瓣上 还滚动着晶莹的露珠 特别招人喜欢 话说哪个女孩子不爱说话 我眼里都是惊喜 你居然还会送花呀 我不只是会送花 他说着 既然脸红了 转身就跑 像是落荒而逃 我莫名其妙 这会说句话 怎么像是做贼心虚一样 还跑路 真是奇奇怪怪 话说我们的感情进展很顺利 杨森对我越来越不可自拔 天天都在围着我转 跑路 我都怀疑他脑子里 是不是装什么瑟瑟的想法 人类的反扑超级快 这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网络已经恢复正常 城里的丧尸 已经进入最后的清理阶段 我的时间不多了 祖奶奶留下的古籍中说到 僵尸跟人类是无法共存的 因为人类在僵尸眼里 就等同于油滋滋的烤肉串 平时还没事 人要一多起来 这个僵尸不一定能控得住 这种嗜血的欲望 比如在恶极的人周围堆满烤肉串 还是刚出炉 油滋滋香喷喷的那种 他能受得住不吃 反正我是受不住的 所以在看到人类已经清除 最后一个丧尸后 我决定进入下一步 古堡的大门是开的 杨森说是他开的门 走的时候没关上 里面很大 黑色的柱子上雕龙画缝 地面上还画着我看不懂的符录 而正中央就是一口棺材 杨森指着棺材 说他就是从这里醒来的 我把大门一关 走过去看了眼 里头红稠软垫 一米宽 两米五长的尺寸 躺起来应该还是蛮舒服的 你说你就是从这里醒来的 我怎么不信呢 我笑眯眯地望向杨森 他脸仗红了 结结巴巴 大小姐 我对你绝对没有半句虚话 别叫我大小姐了 叫我云云 我妈他们都这么叫我的 我点起脚尖 勾住他的脖子 声音很软 身子也仿佛没有骨头一样 软软地贴向他 杨森身体都僵硬了 脸红得不行 这也是我第一次投怀松抱 他的身体透着凉意 像是没有体温的尸体 毕竟是僵尸嘛 我懂 我问他 我们可以一起 进棺材里躺一躺吗 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只要进去 再哄得他把棺材盖上 阵法就会启动 他就会再次陷入长久的沉睡 大小姐 虚 叫我云云 我的手指按在他的唇上 拉着他的手 一步步跨进棺材里 然后拽着他躺下 他没有心跳 很安静 但是我看到他猴杰 在紧张地缓缓滑动 身体也僵着一动 不敢动 我正想说把棺材盖上 突然意识到 一个很可怕的问题 就是盖上之后 我还怎么出去 啊呀呀 好不容易苟到人类复兴 我不想死 而且这比死更可怕 这是活埋 也就是说 我会活生生地 被关在这小小的棺材里熬到死 此时此刻 我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就是我愿意为了人类 活埋我自己吗 想想上辈子 我被钱渣举报 被关押 被解剖 说实在的 我一个丧尸 不应该跟人类共情 也没有伟大到 为了人类可以去死的情操 可我想到了 马家祖祖辈辈的使命 反正这是换成我爷 我爸 或者我们马家祖祖辈辈的 任何一个 肯定都不会有我这种纠结 反正我停止马家丢人的 怎么了 杨森见我不吭声 小心翼翼 我 别讲话 我正在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他真的就不出声了 整个古堡都安静地 仿佛一个活人墓 哦对 我是个丧尸 我也没有心跳的 所以现在竟得连心跳声都没有 其实我们是同一类物种啊 上一辈子 我被钱渣举报 然后被关押 被解剖 他还大意凛然地说 是为了全人类 那现在我在干什么 我现在做的事 跟钱渣有什么区别 我抬眸望向杨森 他也在望着我 幽深的眸子里 是毫不掩盖的关切 想知道 我是不是不开心 却又不敢问 古籍上说 他是嗜血残暴的僵尸 说他十恶不赦 但我认识的杨森 总是小心翼翼地讨好着我 努力地哄我开心 努力地让我逼弃他 云云 我想起外头有个东西 你出去帮我拿一下 就在门口的地上 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他突然说话了 哑着声很轻很轻 我的心咯噔一下 瞪着他 一动都不敢动 这货该不会是察觉到 我想干什么了吧 唉 他突然叹了口气 突然搂住我 然后在我的额头落下一吻 我正莫名其妙 他把我抱起来了 我差点没惊叫 下意识地搂住了他的脖子 他笑了 勾起的唇角弯弯透着暖意 来 站好 他把我抱到棺材外 然后指向大门 去拿礼物啊 我下意识地看过去 门口方向空空荡荡 哪有什么礼物 砰 棺材合上的声音 我回过头 就看到杨森已经躺在里面 我来得及 对上他那幽深的毛子 然后棺材就合上了 震起的瞬间 地上那些浮露 发出金色的光芒 我下意识地把眼睛一闭 在睁开的时候 所有一切归于平静 棺材里也没有传来半点动静 很安静 安静到我想哭 我明明应该很高兴的 计划进行得如此顺利 可我却好难过 杨森真的骗了我 门口没有什么礼物 他只是想让我出来 可到最后关头 我还是没相信他 我以为他是在试探 只要我一动 他就弄死我 原来他没骗我 他说只要我想杀他 他不会躲 可是我从没信过 从上一世 我被解剖之后 就再也不可能会相信任何人 可现在 他用命在向我证明 他没说谎 别墅空荡荡的 我突然害怕这样的世界 我以前是人类 可以有朋友 有很多伙伴 因为我们都是同类 可现在 我是丧尸 他们如果发现我的存在 会恐惧 会贪婪 总之不会让我好好地活着 其实我可以伪装的 只要美童一带 只要我不承认 就没人认得出来 我是丧尸 但好吧 我承认 我是被杨森的美色给迷住了 三天之后 我又回到了古堡 大门枝呀打开 棺材依旧孤零零地躺在那里 我决定了 我要金屋藏娇 只要不把杨森往人群里带 只要继续在别墅里苟着 那我们依旧能好好地过日子 对吧 关键是 我想吃糖醋鱼了 我还想吃麻辣小龙虾 而且家里没人打扫 真的好乱啊 这棺材板好重 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也没能撼动分毫 感觉需要起重机 才能掉得起来的那种 想到回家还得很方便面 心好酸 阴阴 杨森 我饿 想吃糖醋鱼 真的是越想越委屈 我正要抹眼泪 棺材板突然动了 缓缓地往下滑 我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咋的 这玩意还纯自动的 杨森就躺在里面 幽深的眸子正在望着我 我饿了 我又想哭了 我这就给你做吃的 杨森一蹦而起 直接就往门外冲 等我反应过来 他人影都没了 留我在这古堡中独自凌乱 那啥 这种时候 不是应该申请款款互诉中常吗 杨森 怪不得你是单身狗 我骑着小店驴下的山 一进屋 满满都是饭菜的香味 杨森已经摆好碗筷 望着我 云云 可以吃饭了 嗯 吃饭之后 能不能吃它 这个问题都还没问 某人脸已经红了 羞涩的跟鞍唇似的 甚至还羞答答的 冲我点了点头 我了乐个去 这谁能扛 反正我不能 必须得吃干抹镜 翻外衣 三年后 人类秩序已经恢复 我经过各种观察 发现杨森虽然是僵尸 但跟我一样 对人类的血肉 没有任何的兴趣 所以我们虽然依旧住在半山的别墅里 却经常会进城逛街 各种吃喝玩乐晒 原来丧尸也是不会老的 僵尸也不会 我们就这么过呀 过呀 某天的晚上 我发现杨森敲咪的起床了 我第二天查监控 他站在月光下 眼睛透着血一样的红 我当场人都傻了 原来杨森也会红眼睛的吗 所以我把他抓过来研究 这货没有带美瞳 黑瞳如墨 根本就不是我大晚上见到的那样 你是不是有事瞒我 我亮起手里的皮鞭 不老实交代 我就狠狠地抽你 抽到你说 他 那我肯定不能老实交代 我 反正最后 他还是交代了 他一个僵尸王 能控制自己身体的每一分变化 甚至还能变成另一个人的模样 更别说变个眼睛 我一听顿时来了兴趣 翻出某小鲜肉的照片 诺 变成这样 给我玩一下 好 杨森盯着我 唇角勾起的笑容 又邪又昧 很快 某大魔王 玩够了吗 那老公变另一个 老婆 来 继续玩啊 我 老公 错了错了 我知道错了 番外二 我是个僵尸王 很久很久以前 我认识一个女孩子 她叫云云 她是马家的人 拿着长剑追杀我 我逃 她追 我差吃难逃 我想着 反正逃不掉 我就把她变成我的同类 反正她这个人还蛮有趣的 我愿意陪她一直玩下去 可没想到 她无法变成我的同类 她的血质刚至强 跟阴邪的僵尸血脉 势不两利 她死了 死在我的怀里 最大的遗憾 就是我还没死在她的手里 为了不让她遗憾 我建造了这个古堡 我把自己埋葬在这棺材里 碎碎年年月月 我再次苏醒的时候 整个世界好像变得不一样 血腥味很重 我想到 她一直放不下的那些后人 我下了山 很多莫名其妙的怪物 追着我跑 他们竟然想啃我的肉 这些愚蠢的东西 我正要出手 我看到了她 手持长剑 正在信步而来 一如当年我们初见的日子 我朝她奔去 倒在她的面前 让她救我 她救了我 她不记得我了 但她依旧还是她 笑起来的时候 毛子里揉碎了的光 依旧如当初那样 让我感觉到活着的乐趣 我愿意陪着她 假装跟她一样 是个人类 可还是被她发现了 她要杀我 一如曾经那么的坚决 这次我不想反抗了 我不想再看到 她倒在我的怀里 最后留着不能杀我的遗憾 她呀 她呀 傻乎乎的 还想把我拐进那个棺材里 我抱着她躺进去的时候 想着如果就这样 两个人一起睡到永生永世 也是蛮不错的选择 可她不愿意 她纠结着怎么逃 我还是放过她吧 要不然她呀 傻乎乎的真把自己伤了怎么办 我再一次把自己埋了 这一段相处的时光 足够让我睡得安稳 可没想到 她又回来了 她说她饿了 我想着她饿了 那我得给她做饭啊 可没想到 她不只是肚子饿了 她竟然还想吃我 她竟然不是人类 而是跟我相像的某一物种 马家人的血跟僵尸血相克 但跟丧尸病毒 竟然能相容 她成了不死不灭的丧尸 虽然没什么异能 很弱 但有什么关系 我是僵尸王 我能护她永生永世 全文完